大家闺秀本是受男孩子追捧的对象 但是在民国时期 只会在家相夫教子的大家闺秀 却被男性所咽弃 因为民国时期 我们国人比较崇拜西方文化 因此也出现了很多有文化的新女性 这一群女性引得很多文人们争相追捧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悲惨的女性 嫁给了不喜欢自己的丈夫 守了一辈子的活寡 她就是张琼华 郭沫若的发妻 他们两人的婚姻完全是因为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因郭沫若的母亲听说张琼华优良的品行 又会读书写字 更是小脚 所以她在郭沫若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其定下了这门婚事 而且当时两家在当地都是大户人家 所以两家联姻 符合当地所讲究的门当户队 由于郭沫若对自己的婚事完全是被安排的 再加上还在读书的郭沫若 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所以就为以后他们不幸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当时的郭沫若为了体谅母亲 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但是当他真正在结婚的那天 郭沫若才看见自己从未见面的妻子 原本他以为妻子会是一个漂亮典雅的女子 可是一睹真容后的他心凉了 郭沫若对这个三寸金莲 和一对露天的惺惺鼻孔的妻子并不喜欢 但为了父母口中的声誉也不敢回婚 婚后不久 郭沫若便借口离开了故乡 留下了当时22岁的妻子 郭沫若自从离开之后 一生只回家过三次 但都是为了看望父母亲 在郭沫若离家的这几十年里 张琼华虽然独守空房 但是他始终恪守复道 照顾家人任劳任怨 当一名好儿媳 他对郭沫若不仅没有半句怨言 还尽可能地对他好 68年独守空房 一生悲惨 一生悲惨 一生悲惨